小张在街上,看到一对情侣 他们逛完街以后,坐在亭子里 他们看到有一个老奶奶在摸着别人的手 在解答什么问题 于是不小心与那个老奶奶对视了 这个时候那个老奶奶就走了过来 女孩有些不知所措地和旁边那个男孩说着话 那个老奶奶就走了过来 老奶奶轻轻地拿着她的手说 可以看手相吗 女孩说,可以 老奶奶给她说,你手上有着财富线 说明你是一个不用为了生活而奔波 而且你似乎在旅行 旁边的人应该是才认识不到一天 而且你还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 有着自己想做的事情 说完之后,那个老奶奶就走了 女孩看了一下那个男的 说,她说的还挺准的 我们的确才只认识了一天 而且还在旅行 我当时坐在亭子周围喝着茶 一直在想,手相这么神奇 直接看出那个女孩的想法 其实不只从面相可以看一个人的状态 还可以从手相中看出那个人的命运 财运问题 下面就带大家看一下你们属于那种手相 看看自己有没有 在手相学中 手腕上的线有着几层的含义 代表着财运 身体 名利 子孙线等等 手中的线藏着人生的秘密与运势 一 手腕上有几条线 代表你是什么命 在手腕上 有一根长长的线 则代表了身体健康 这是你的长寿线 这些人态度积极六观 不会在一小街 处事很大方 而且社交关系特别好 这种人生活很讲究 尤其在吃的方面上 他们会做一手好菜 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亲朋好友 但也会有其他不寻常的现象出现 如果手腕间的一条线分成两半 那就意味着这个人的压力很大 生活习惯会因此而改变 如果不止分开两半 甚至断了三节的话 就要注意 说明此人小时候的生活 可能过得不是很开心 但是千万不要放弃 这类人之后会遇到一定的机遇与挑战 长大后 他们就会出人头地 手腕上的第二条线 是财富线 而且拥有这条线的人 不用付出太多心理 便能够赚很多钱 而且在某一天会大富大贵 这类人很幸运 天生就是富贵命 他们一生都是顺顺利利的 不会经历什么苦难 不用为了钱而操心 而且这类人对钱很敏感 能够找准机会进行投资 在理财方面更优于他人 不过这类人一定要注意 如果出现线断了的情况下 则一定要小心个人的经济方面的问题 注意平时钱财去向 手腕的第三条线则代表的是名利线 这类人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位置 而且工作能力突出 事业性强 特别是在科研方面 专注能力会特别高 这样的人反而更有福气 有着上述三条线的人 是能够得到福星的照顾的 并且 这类人的专业不仅能够让他们出名 而且还能够带来大量的钱财 不过要注意如果出现断线的情况 那就说明这类人的社会地位 会受到威胁 劝告大家做人一定要诚信 不能欺骗他人 万不可弄虚作假 而第四条线是子孙线 有这条线的人则代表了 他们精力充沛 而女比较多 到了晚年孙子 孙女也特别多 这个家庭 财运很好 收入也是比普通家庭高 孩子们不用愁吃的 用的 大人们都能有着自己的成就 而且这一家人的祖先 也会保佑他们 让他们的事业 爱情顺利 如果有着断线的情况 则代表着可能会有孩子 因为生病而发生不幸的事情 大人们会辛苦 奔波忙碌 接下来介绍有些人 天生就有着财运 这是为何呢 有些人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这些人一辈子不用愁吃穿 不用为了生活奔波 而天生就带着财运的人 他们往往所拥有的首相 被称为聚财手 拥有这样首相的人 往往不仅能够工作能力强 有着高收入 可怕的是这群人 还特别能赚钱和理财 并且在他们的人生中 生活很少受苦 运势基本稳定 那拥有这些首相的人 都有什么厉害之处呢 对 那些首相代表着一生不缺钱 与感情线处在同一个方位的 就是理财文 特点是短小 顺 在生活中 拥有这条线的人很少 这就代表着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擅长 去管理自己的经济问题 懂得如何去理财 如何去赚取金钱 而且这类人通常是公司的会计 或者是出纳 工作能力突出 很受老板洗代 而好的理财文路 是非常明显的 跟感情线很相似 有着相同的路线 这样的文路是代表着 就算你结了婚 也能够体现出 婚后的生活 也是非常幸福的 因为他们的钱财稳定 男女方不会为了经济问题 而吵架 第二个则是智慧线 在手中 智慧线是分叉 而向上的 这类人善于思考 非常聪明 对于那些小比赛 小奖金 基本上都不会去参与 他们对金钱是敏锐的 习列家贪恋 但懂得如何将钱 胜出更多的钱 懂得如何做有效利用 而且这样的人 常常有着很好的运气 聪明的头脑 加上自己合理的运气 不知不觉中就会赚到钱 这类人是赚钱的能手 第三个则是 如果你的手型纤细 整只手看起来 没有那么粗大 骨节分明 每根手指很长 说明这类人在财运上 不用干脏话累活 甚至那些体力活也不用做 因为他们都是聪明人 或去选择高收入 又轻松的职业 不过这类人有一个问题 在花钱上大手大脚 虽然收入多 但是花的也很多 所以要常常注意在钱财上的问题 第四个则是手掌看上去 红润有力 则代表了这个人才运极佳 而身体也是很好 一般来说只有运势好的人 才会有着手掌红润 运势差的人手一般都是没有力气的 而且还发白 这类人的财运会不好 有时候甚至会影响投资 所以一般手掌发白的人不能够去做投资 会有很大的风险 手中有元宝形状的人 这类人又浮起了 什么是元宝形状呢 就是跟梯形差不多 如果你手中的线能够组成一个梯形 并且没有什么空隙 则代表着这是一个大的财库 有着财库的人说明能够存住钱 不乱话 积蓄特别多 平时的时候会买许多房子 车子 这个手相代表了你一辈子不缺钱花 而最后一个则是手中的凤眼纹 什么是凤眼纹呢 就是说外形就像凤眼一样的纹路 这种纹路很特殊 一般是在拇指的上方 呈现出一个螺旋状态 有着凤眼门的人大多数都会很聪明 而且性格特别好 在钱财的管理上有着方式方法 擅长制定理财计划和生活计划 除此之外还能够结交有钱人 并且能够在自己的命运中 遇到一个非常合适的爱人 这类人往往是金钱 爱情双丰收 让人非常羡慕的一种人 我们大家都会希望自己变成有钱人 并且一辈子不愁吃穿 摊开你们的手快看一看 你们属于那种手相 凡是拥有这些手相的人 他们的人生都会是顺顺利利 不愁钱花 希望你也是其中的一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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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